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公开课 那我们线上学员呢 对应的是第九周的 第九个月的最后一周 第九个月的最后一周 那我想说一下 这一节课无论是对后面的小朋友 还是对线上的学员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下面一节课开始 所有人我们都要开始写春联了 会有一个月的四节课的时间 我们把春联好好的创作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做一个字数高深的总结和回顾 那无论你是正常跟着进度走的学员 还是你未来一年两年 甚至于任何一个阶段 你在看这节课的时候 你应该都是学书法从零基础 从零开始 学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 那你看一看几年前 或者是大家现在学书法九年 不是九年啊 九个月的时候 大家写的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你是三年后看到这个视频的 你看一下三年前 有一些学员他学了书法九个月 跟你现在学了九个月 它的差距在哪里 你是不是写得比他们好 那如果你写得比他们好 也不要骄傲 我们继续努力 如果你写得没有他们好 也没有关系 要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走 所以这一节课 我会把最早一批学员的九个月的自书高生的作业呢 我们点评一下 因为前几周我们都是讲线下的这个成人学员 我们今天呢 我们让所有线下的小朋友也好 成人也好 我们看一看线上学员 他们写的什么样子 好吧 在讲之前呢 要回顾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是一直 不能说是纪录片吧 就是一直跟踪式的 就对着一位线下学员 连续四周的自书高生作业 这是他第四周了 很明显又进步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他最早的问题是什么 线条 最早的问题结构有点散 对不对 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来分析 先从一个字有点散 再从一个局部有点散 再从一个章法有点散 我们上节课讲了什么 他的线条有点单薄 有点薄弱 不够直 对不对 回忆一下 然后他这一周的作业呢 开始写直了 你看他在这里写的不稳定 写的不好 这里有点弯 结果他下面这个字呢 把线条的这种力量感给写出来了 像这个旧 不光结构很好 他的线条也是比较直的 其实这个字已经很好了 然后他就写了两遍 他感觉什么呢 他上面油 他跟我说的时候 他感觉上面有点柔了 弱了 他在这里把它断掉 处理的更硬朗了 包括这种字 线条开始有力了 线条也很干净 对吧 这个就写了很好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总结了 就是你自书高生写成这样 我觉得可以了 如果还没有到这个呢 多半个作业给老师批 多努力 到了之后 你可以选择基于写自书高生 用不同的纸 不同的大小 去诠释你对于自书高生的理解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线上学员的几位 我们好好的 把他们的作业点评一下 就等于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吧 无论是线上 线下 现在还是未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呢 整理了四位 线上成人学员 他们学了差不多九个月 这一位呢 他是原来是四川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四川美院美术系的 画画画得很好 非常热爱生活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何老师觉得他写得很好 我们先看这一张图片 林雨晨说说看 看着他的图片 你有没有什么想 你有没有什么体会 感觉是值得你学习的 他用个大小 就是一样大小 然后他整个就是三列 他穿茶饭这样一边舒服 对 说得很好 就他首先三列很整齐 没有弯弯扭扭的 没有写来写去的 然后他的这个穿插 你提到一点 他的穿插写得很好 他这个字啊 不是都是一条纸线 对吧 比如说他写自己的时候 他感觉这里好像有点紧 或者说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把自己 这个字也很大 这个字也不小 他把自己的间距空得大一点 这样的处理就很舒服 然后他每一个字的这个线条 写的还是不错的 好我们看下面一位啊 仔细看了 我放怎样图片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老师直接说 好吧 首先这位成人学生 学九个月 他很认真 在哪里呢 他其实是在带他的小孩 看了他小孩还在学拼音 对吧 还在写字 对吧 跟小孩一起学习 就像你妈妈一样的 很认真 对你很好 对吧 你学他也学 他学你也跟着一起学 所以你更加要学得比别人好 然后何老师了解到 他的桌子没有这么大 他的桌子就很小 就大概这一点 对吧 所以他呢 会出现对不起的这个状况 老师就建议他 第一个 你有一个办法就横过来写 三个字 三个字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样横过来写 他的好的地方呢 在于他字的这个大小 有大有小挺好 但是他不好的地方 首先细节上要注意 第二个他有点紧 有点紧 然后这里呢 散的又有点太大了 这个字又有点太大了 然后在这里 我跟他说过 不应该的是什么呢 这个字写完 写这个字 应该在桌子上是看得见的 如果这个字的中轴线 在左右结构的中间 那这个字的第一笔 一定是不能落在 上面这个字的中轴线上 好 那么其他几个字呢 老师找出来帮他写一写 我觉得这几个字 他写的 度为是一 好像差点有点多 那么老师帮他写一下 好 这个是字书高层 你看先往上走再平的 这个在圣教序里面也有很多 就你们现在写啊 这个横不要再是平的了 圣教序也好 他这个也是往上学的 往北魏 魏晋这边学的 先怎么样啊 往上顶一下再走 以后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逆势顶一下直接走了 圣教序有话回忆一下 有没有啊 有的啊 带着这个再去仔细的看帖 其实琴礼碑也有的 就这个你掌握了 你再回去看 都能够了解到 慢慢的种起来 要对上他 对应的是这个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这个稍微就是 有点紧了 分开一点 好吧 这一位呢 平时也很认真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作业啊 第一张 多吧 五张 是不是啊 很认真的啊 但是 很不错 线条也很干净 墨色处于的也很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能不能找出什么问题 我来说一个字啊 我来说一个点 他的这个字啊 就这三个字也太紧了 这三个还可以 好 那这三个字 你看这个开 这个竖跟这里 这里跟这里 这里跟这里 他的这个间距 是不是比较打开的啊 就让这个字的意思开 对吧 要开门嘛 他不能关了 把这个门关上去 太紧了 对不对 好吧 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的问题啊 跟前面三位他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相同的点是 他们都很认真 九个月 你看 他的这个啊 就很舒服 首先对得很整齐 然后结构 这个树 该变换方向的变方向 这个树也是的 对不对啊 然后结构该紧的 就这一块密 其他的树 它都有 这个也是的 中间密 那打开比较树 都有的 这一块也是的 他相比刚才那一位呢 这个字的大小的处理啊 比较好 然后他还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看 他同样的内容 上一周跟这一周 他自己做了一个比对 他感觉自己 哦 有进步 或者是哪里 写的还不够 对吧 这样的一个学习状态 是我们需要的 那老师觉得 他有哪些地方 需要再调取他的墨色 他的墨色呢 枯色浓淡 或者这个力量感 其实是没有出来的 我们还是以这三个字为例 好吧 线条 你 如果你是匀速写的 那就会 比较的 出息一致 那如果你用手腕 或者是有一些节奏啊 你看他自然而然 是线条里面会有东西的 墨色的东西 包括出息的东西 变化啊 不一样 像这个固写的不错 有出息变化 现在挺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个周 还是比较重要 内容比较多 无论是线下的 还是线上的 九个月 能显成这样 我挑的四位 都是还是不错的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 把自己的灵铁的东西啊 跟春联作品去运用了啊 当然不是说 一节课就会运用的 老师会有一个 一个月的过程 好不好 那么下节课再见了啊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